回到中天海格的現場 陳水扁除了剛剛講說你幹嘛到台南 他還打抱不平 他意思就是說 這個為警察局啊 什麼局長啊等等這些打不平 我們看怎麼講 給表證 今天有一個表證 馬仔有一個表證 馬哥 你去這裡說 我的事 再來看台西的 我先來後 他不但沒有受到欠缺 你有沒有聽到說 大家是一個警察局長 因為這樣 來受到主文 來去讓人換表 那位高雷先生 到我阿彬 付出一個表證 一位下級的台西 一位下級的總統 為這個中國 海藏的一位副委長 他就有了 來 陳水扁除了一個卸任的總統 卸任的駐日代表 都不如海協會的張明晴 現在阿扁每一樣事情 都要扯到他身上 那好像以自我為中心 來作為他最後掙扎的一個手段 不過我回到剛剛你問到說 民進黨為什麼現在有暴力傾向 我覺得是立文好像也點到這一點 就是說他們現在人少 尤其在國會裡頭很懸殊嘛 那現在幸存還活著 他只是一想 所有溫和路線的都陣亡 都死掉了 所以這次他唯一求存之道 他還要 兩年以後他馬上還要再聯選 這個是他們想想中 我的支持者就是吃這一套 我這一套當然要發揚光大 不過阿扁 拼命講把他自己的台南 自他的故鄉 所以今天下午 我們節目裡頭五個來賓 就有三個也都在消費台南 你知道嗎 因為兩個還是台南縣的 只有我才是正中台南市的 那麼現在好像台南一夜之間 不曉得是紅了還是黑了 但是我又有一個問題 我要請教老廷了 今天老共是精打細算的人 為什麼忽然之間 接受台南藝大藝術大學 新聞系 你幾次聽過台南藝術大學的新聞系 也沒什麼 在這個領域裡頭也不怎麼樣 他如果接受政治大學 接受文化大學 新聞學院的邀請 我還勉勉強強 他為什麼接受台南藝大 你聽我講完 那這個是難怪人家說 你是進入深綠的大本營 你是自己自討苦吃 所以剛剛這個就印證 剛剛老廷講的無縫 就是有一個陷阱 他故意要進去那邊惹事 然後把自己制造成先例 是不是這個意思 老長 你第一個 今天假如他是要準備鬥爭的人 他會怕你要鬥他嗎 就是今天他爭取 我想講的是 兩岸要統一 台灣的民主黨人 本來是南部人 民進黨 輔導人 因為藍軍的50%都沒有問題 那個輔導人 南部人 民進黨才能支持 剩下的50 裡面的25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 所以要爭取南部人 對中國大陸了解 對中華人化的 這是中共很重要的策略 那他執行有沒有達到目的 這個台南異大要辦這個活動 是他要辦 不是中共叫他辦 他邀他去 他是廈門大學 很好大學 廈門大學是愛國華僑辦的 我是不是說台南異大 沒那麼好啊 台南異大什麼會沒有 你不要亂講 我叫我哺人 我代表台南異大 所有的校友跟朋友 我有朋友在這邊抗議 新文學院 你在公開的電視場合 說台南異大 這不行 這有事你要道歉 你不道歉 老公的精打細算 那你講 那如果說政大什麼 並沒有邀請他 台南異大邀請他就去了 對 今天並不是說十個 老實講 就十個學校都邀請他 我裡面 我不要台大 不要政大 我特別去台南異大 這個可能有點疑問 好 那我現在不要 不理老丁了 我現在回 你會在陳雲林要來之前的幾天 媽媽嗚嗚有人請你 你就去嗎 難道你不會算一算 問問你老婆 這個學校邀請我 值得不值得去 你不會嗎 這個東西他自己的考慮 這個東西對不對 就是說他個人的考慮 剛才 要不要去等等是個人考慮 因為鄭委員講到這個 張明他們其實政治鬥爭經驗 都比我們這些代豐富多了 他62歲 文革時候他幾歲 他文革時很可能 所見過的場面 見過的鬥爭 見過的或者暴力場面 那太多了 那老共的這個人生的經驗 跟他的鬥爭 他的政治鬥爭比我們這邊 畢竟是小打小鬧嚴重多了 打死人 我的很多大陸朋友 都當場見過打死人 當場見過自己的父母親 被逗到地上 他的那個政治經驗比我們 我必須承認豐富 他今天就不能在掉眼淚啊 他因為由他張明清個人 是不是有感而生 他今天的眼淚是真的 我已經講過了 眼淚是真的嘛 你總不能說眼淚是假的嘛 這不能這樣說嘛 老師你做個醫生必須實施 就是科學精神 但是不要把中共 對台灣的統戰工作 想成是一個很簡單的小打小鬧 他當然要深入南部 當然要爭取像沈富雄這樣子的 對中國統一大業的支持嘛 所以他此行都是統戰工作的一部分 不是統戰 你剛才講的啊 再重新講一遍 他對台灣的所有的工作 都是他統戰的一部分 但是他今天做這個工作本身 他當然抱著是準備深入虎穴 那麼他來幹嘛呢 王定宇同志 本來講 王定宇是傻傻的一個年輕人 被根本搞不清楚 兩岸關係的複雜性 跟中共的複雜性 跟他的政治性 所以你聽到個笑話而已 他不是不了解了 不了解了 他只為他自己的檢討 為他馬上要初選 他希望能夠多一點票 不是這樣嗎 不是啊 我一句話就好 王定宇同志 將來你上法庭 或是你在打選戰的時候 上講台 你就要引用剛才老丁那句話 老丁這麼藍的人 這麼兩岸精通來回遊走的匪情專家 已經親口講出 這個此行是老共統戰的一部分 你不是這樣講嗎 我不是這樣講 我講的是說 所有對台灣的工作 都是朝著一個大目標來做 你不要小看這些工作 但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是要爭取台灣人民心 尤其南部人民心 那他的工作有沒有成功 我認為張明清是成功的 所以我說他這次是立功 是不是他故意 我相信不是故意 因為打他的人 他是被打嘛 我覺得陳水扁剛剛講 說他不如張明清 我覺得他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張明清今天來台灣參訪 結果到哪裡都至於又做到限制 這號召報名來給他加以簽制 你今天陳水扁 你受了多好的為安 你當時在法院那一次 是你自己變更路線 才造成那個事件 你陳水扁 今天我不相信 你如果沒有為安 給你做得好好的 你敢到處趴趴走嗎 講講講 我不要 我只要三個便宜陪著我 打死了 好吧 陳水扁 辦公室今天發一個新聞稿 爆笑死了 剛剛發一個新聞稿 就是為那個什麼黃奇 就是那個塔羅牌有沒有 我那一看電視我就知道 這是小鬼嘛 對不對 而且你看喔 部分媒體報導這個塔羅牌 他說你看喔 他說金查證整件事 至始至終是一個騙局 他現在還知道是騙局 9月中旬 一位黃先生主動打電話 至本辦公室 揚稱受陳水扁友人之託 這位友人當時不方便 與陳水扁直接聯絡 故請黃先生到為表達關心 並委託他為陳水扁安排 祈福消災法會 之後陳水扁就一約 就笑死了 你一個是一個前總統 一個莫名其妙人打來 審委員透我來打電話給他 他不方便打電話叫我來打 說要幫你拜個祈福法會 你就去啦 他去了 當場卻有三位 不堪密宗喇嘛 誦經等法會儀式等等 那你陳水扁到底姓什麼教 到底姓什麼 一下子高俊明給他祷告 一下子又什麼 他什麼都行 然後呢 陳水扁就停留一個鐘頭等等等等 然後呢 後來就覺得啦 所以有人 他那個黃又打他 跟他什麼要錢等等 他還知道是假的 然後去問那個陳水扁的友人 說出來沒有委託他辦法回來等等 是不是太好笑了嗎 太慌張 陳水扁太慌張了 慌張 我覺得太慌張 也不是慌張是慌張 因為慌張 所以那個一個父母他就抓著 老神講過 陳水扁其實是設立內人 他真的是很慌張很怕 我相信吳主任也一樣 他們這個面對這麼大的困難 全家人包括孫子輩 都台灣待不下去很丟臉 越打越小 所以他慌張 我們看一下黃奇自己怎麼講的 來 來過這邊的事情 的確他有過來 他那時候來的時候 大概待了多久時間 然後有沒有誰陪同 今天大概一個小時而已 那就是 當然就只有死機而已這樣 我是一個父親 那我也是一個 我有這樣的一個家庭 我是一家之主的話 那我當然我會去顧慮到 我整個家庭的一個狀況 在情緒上這部分當然 就我對接觸過的陳先生來說 那他是一個非常穩健 非常冷靜的很紳士的人 這樣子 所以變成說 其實那當然 據說他當時的情緒怎麼樣 這方面我真的沒有辦法透露太多 六有沒有好笑 這到底是誰被誰騙這樣 所以我看這個故事 我覺得某個程度幫忙我們去理解說 為什麼還有人要相信陳水扁 跟支持陳水扁 就是說你看像陳水扁這種 見過大風大浪 自己本身就是一個這麼會騙的人 還被騙 然後城府這麼深的人 心機這麼深的人 他可以被一個小騙子騙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很深很深的需求 而這個需求 是沒有人能夠控制的 他有很強的一個弱點在那邊 就好像說 有些人為什麼會被騙子騙錢 有些是因為你就是本身很消灘 有時候 就是你在人性上面 有一個很 有一個弱點 所以這些騙子 他又很會利用你這個弱點 那他就很知道就是說 今天陳水扁的心理狀態是什麼 他在這個時候 他本來平常就是一個很喜歡 這個求神問譜的一個人 很喜歡尋求鬼神的 很愛此道 那在這個時候 他更需要 在這個時候 如果有人告訴他說 你絕對不會去做啦 我怎麼樣幫你化解 那他一定一定 半夜也跑去嘛 那就像民進黨的這些 還有部分的人 會支持陳水扁揚 就是說 他希望有人來騙他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些人是這樣 就是說 你來騙我好不好 你來告訴我說 這個 你沒有A錢 你來告訴我說 台獨就是一切的真理 就算你騙我也甘願 對 被騙也甘願 因為現實太殘酷 或者是說 現實他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 我覺得對陳水扁來講 就是這樣子 我想這樣子 不知生焉知死 只不與怪力亂生 我陳水扁身旁的人 你到晚上 千萬不要做這個事情 晚上半夜時 你突然拍陳水扁的肩膀 說你東窗事發了 心臟病發作 陳水扁你太圓鬼了 東窗事發了 你講什麼吧 已經事發了 東窗已經事發了 但他還沒有 他認為還沒有 他每天在尋求各種解脫法事 但半夜他一個人 坐那邊冥想事 突然拍他肩膀 陳水扁 東窗事發 真的心臟發作 他心裡怕死了 他怕得要命 慌得要命 你會跟聽這樣子 一個小孩子這樣講講講講 你就真的相信嗎 所以老沈你是對的 這點我真的承認 你說他很慌張 心裡很亂 他一直講 這是有先見之明 但老沈是瞭解民進黨這些人 領袖人物心中的慌張 台獨台獨沒有了 賺錢被人家抓到了 貪污被人家逮到了 自己人背叛你 都去做污點證人了 親戚朋友全部走光光 剩下只有去找那些人來支持你 這種慌張窮途末日 真的很慘 陳偉你不覺得太好笑了嗎 這件事情好笑到 稍微有良心的人都捨不敢 不好意思笑他 你看 笑成本還是笑黃奇 笑阿扁 笑阿扁 因為真的是 太好笑了 慘不忍睹 太好笑了 也不是太好笑了 就太悲哀了 這種事都可能發生 對 人走到這一步 你在笑他 你真的是太殘忍了 但是 他做那些事情他不殘忍了 但是我是認為是這樣 阿扁今天不但被 16歲的小騙子騙去了 他今天恐怕被那三個 杜丹的喇嘛也騙去了 你曉得 台灣現在喇嘛滿街頭 你知道嗎 有很多是假喇嘛 連真喇嘛 假喇嘛 他都分不清楚 還有阿扁一路 所有法師什麼 商人什麼 一大堆就一路 還有高俊明 這些人其實也有 也包括很多人是騙他的 因為無效就是騙你了 對不對 無效而認為自己是有效的人 那不是騙嗎 但是他一個換一個 為什麼要一個換一個 就是前面的無效 高俊明等於 畫等號的連結黃奇 我是高俊明我抗議 你已經在我面前懺悔了 上帝已經原諒你了 你還去找那個幹嘛 你怎麼把他畫等號 我覺得你對高俊明 我比較好奇的 中間就是陳水扁 高俊明陳水扁懺悔 陳水扁黃奇 我是高俊明 我明天嚴重抗議陳水扁 不不 雖然高俊明牧師對我有很大的誤解 你要對他講講話 對 我覺得老兵這種講法 把黃奇跟高俊明畫等號 中間也陳水扁 我要代表高牧師 你是進一步的侮辱高俊明 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陳水扁為什麼在那裡待了一個多小時 法會啊 祈福啊 祈福啊 祈福這樣 原諒他 原諒他 他那個沒有算塔羅牌 那有做法會 確實三個喇嘛給他做法會嗎 到底有沒有三個喇嘛給他做法會 老實說 有人好像說沒有 說那個偵測器沒有造成 有人說沒有 有人又說有了 所以他整個都是一場騙局 但是討論這個實在也沒有什麼大意義 我是覺得大概是我已經退休了 怎麼會有騙子 16歲騙20幾歲 還有包括立法員的人 總統級的人還會相信 還是雙學位喔 還拿兩個學位 這種騙子竟然敢接受採訪 大啦啦在電視上這麼一講 他那麼多朋友學生 這個一通電話就拆穿了 這到底是他是聰明還是笨 我都管不太清楚 他要測試一下 陳水扁騙別人可以 他能不能騙到陳水扁 就測試一下 總統級是深藍 總統級要再回來 你看